但沒有想到,卻遇上了一名陌生的大哥 主動掏出了200令吉,要幫他解決困難 再免費的乘搭順風車到前面 嗯,但是沒有想到呢 這個操作肯定不可能會被打的麻煩 因為你為什麼應該這樣 陌生的給你給他打的 你絕對不懂得好不懂 你為什麼要這樣啊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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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用還啊 然後那個大哥就走了 你為什麼要這樣呢? 他真正要為政務 他說後來他跟朋友提到這些事情 在說話